下一題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喜歡考的題型 請你排次序 排氫離子濃度次序 或者排PH值 這兩個答案正好相反 會給的有說我是純水 我會給你子氏劑變色 我會給你氫離子濃度 或者給你氫氧跟濃度 然後請你排 這題是給了子氏劑變色 然後呢要你朝PH值 甲會變紅 表示酸性小於7 乙會變紅 這是分態 變紅表示鹼性大於7 純水就是等於7 所以排次序應該是誰最大 乙最大 誰最小 甲最小 所以答案就是乙大於純水大於甲 這就是我們的次序 OK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下一個又是一樣排次序 這個跟剛才一樣 給了子日記的顏色 然後也是讓我排PH值的次序 所以跟剛才基本上完全相同 除了寫的字有點不太一樣 之外都一樣 我們請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1號 你的答案 用上 C 請坐下 害羞那一項喜歡大自然 C 跟剛才一樣 所以是指分態變紅是鹼性大於7 所以是變紅是酸性小於7 純水等於7 中性 所以排次序 甲大於9 甲大於純水大於1 好 下一題 下一題就是給了這些東西 那因為你了解他們的酸跟鹼 你就可以排次序了 因為你了解他們的酸跟鹼 所以你就排次序了 請問你怎麼排 怎麼排 OK 來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27號 沒有這個人啊 27 B AB的B 請坐 你這樣子穿四條名字 你這樣子穿他的案子 越酸pH就越小 越減pH就越大 濃硫酸最酸 然後檸檬汁也是酸 所以它pH值就是比較小的這一邊 然後濃硫酸最小 牛奶弱酸接近中性 剛才有看過 阿摩利亞是弱鹼 阿摩利亞是弱鹼 所以排起來就應該是 丁炳儀講 所以答案選B 最後 這題有給pH值 有給輕氧濃度 有給氫氧濃度 然後問你氫離子濃度大小 剛剛講過了 排氫離子濃度的次序 跟pH的次序正好相反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pH值 氣氧濃度 這兩個意思一樣 那pH值是1 代表氣氧濃度多大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你給我的是氫氧根 可是我需要的是氫氧根 可是我需要的是氫氧根 請問你怎麼換 怎麼換 你給我的是氫氧根 我需要的是氫氧根 請問你如何換 如何換 暗示 我們前面交過 氫氧質濃度跟氫氧濃度有一個關係 一定會這樣的關係 一定會這樣的關係 請問你如何換 所以答案是如何 所以答案是如何 OK 來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14號 沒有 沒有14號 連班好像只有12號而已 對不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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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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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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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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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氫離子怎麼辦 怎麼樣從氫氧根變成氫離子 因為它有個親密關係一定的平衡狀態 不論酸性、中性、還鹼性 一定是氫離子濃度乘氫氧根濃度等於十的不十字 所以就利用這個關係由氫氧根去求氫離子 算在十的不十二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如果題目給我的是氫氧根墨濃度 我需要的是氫離子墨濃度怎麼辦 兩個相乘等於十二不十四 你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就都有了,都有就可以排次序了 都有就可以排次序了 我們就知道甲大於乙大於柄 所以答案我們就選A 就是我們有關於一種考試常考的題型 請你排PH值的次序 或者是排氫離子濃度的次序 我可以給氫離子濃度 我可以給氫氧根離子濃度 我可以說給酸結直劑的變色狀況 然後請你排次序 希望你能夠理解 可以嗎?可以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